我觉得对大部分的人来说的话 0050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我敢说你这样做你不会失败的 你如果做了30年 没有成功赚到钱 你会来找我 上一集我们跟黄大哥就是聊到很多的ETF 尤其是0050的投资理财数 那我们想要说这一集 就请黄大哥来聊一下您个人的生涯 因为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对 我其实是慢慢走向理财这个产业的 我一刚开始念完这个Computer Science 然后就去找工作 那在美国念完 当然就很想要在 当初去纽约念书 也就是为了想要在纽约工作 所以就在那边找了一间华尔街的公司的工作 那很幸运的被 因为interview什么的这样子过去 很幸运的进去了之后 我觉得他们很棒 就是说他们对这种硕士刚毕业的训练 其实是非常扎实 我就上了一个多个月的财经的内容 所以先上课就这样 上课 对 如果还没有学到程式就先上课 先教你说我们公司卖什么 我们公司做什么东西 那这个东西大概是什么东西 然后那老师都很厉害 然后都说我们这次可是外面硕士班的课程的内容 就是说怎么样评估债券 怎么计算这些东西 然后怎么样子把一间公司弄到上市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慢慢种下说 对这个金融行业或是这个整个理财的一些想法 后来我回来台湾开始工作之后 从那时候就开始有一点投资 因为接触工作接触 接触工作就是 好像可以从里面赚钱 而且那时候真的是网路超红的时候 那时候Yahoo或是很多.com的公司 所以那时候都是买自己的档股票吗 没错 而且超爱选那种IPO的热门股 那你占尽地利之变耶 那时候应该赚不少钱哦 有刚开始你的确是有赚钱 然后那时候很快就会想说 那我以后不用工作了 我做day trade就好了 我就每天来这边或是想办法挤进去 能不能抽到IPO 能够买到这个IPO 然后暴涨200倍300倍 光这样就退休了 结果这个计划呢 当然没有 没过多久网路就泡沫了 所以这个 怎么讲我觉得信与不信 就是说 不信当然是钱赔掉了 然后知道说这一条 信当然就是说 觉得说 你知道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先跌倒 去买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说 这行真的还蛮难的 就是说你要选股票 绝对不是人家跟你说热什么 然后你就跟着去热 就会赢了 那时候巴菲特常常被笑 我们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 大家笑巴菲特说 这老Cococ啊 怎么连网路股都不敢买 科技股都不敢买 但是现在过了二三十年 换谁在笑 对 换他在笑 他早就已经翻身了 就是早就已经从那一个地方 污名化被人家取消了 因为大家就知道 他的方法其实还是 在那个年代还是很work 当然最近几年他又不太好 所以这个真的很难讲 就是说凡是 有人说他的这一种方法不好的时候 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循环 就是他这一类型的方法 可能会好一阵子 然后坏一阵子 好一阵子 坏一阵子 所以这个起起伏伏都是这样 所以我后来就还蛮爱看他的东西 觉得说追热蒙古 这个策略好像不太行 好像不太行 那来看看价值投资这个策略 基本上就是这些书一定要读的 价值投资的圣经 然后指数 那同一个时间我读到指数型投资的 这个John Borger写的这一本 Common Sense on Mutual Fund 所以这一个 他刚好是一个冲突的观念 冲突的观念 就是说你到底要自己选 还是我什么都不要做了 我就买指数 就是全买的逻辑 到哪一个会比较好 这其实很挣扎 这时候我已经回来台湾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也在一个工作写写程式这样 那我就觉得说 好像到一个阶段觉得说 钱这件事更重要一点 就是说怎么把自己的财务理好 这件事情更重要一点 也想要 也有心里有一点点想说 我要不要转换跑道 就是说虽然我本来的行业也做得不错 可是我就在想说 我会不会做理财会比较快乐 那时候几岁 应该是差不多还没三十 三十出头 差不多你这个领域 没有啦 我十八 三十出头 三十出头就开始想到这么远的地方了 那时候想的就是说 好那假如人家说的这个有道理 就是说做CFP做理财规划 这件事有道理 那我自己应该怎么做 那我想要怎么样做 所以我那时候设定了一个方法 后来我当然没有百分之百的做到 那我就是 就是我后来其实一直在推的 推推荐别人 就是说你怎么样做好一个 一个模型 你当然不要每一个人都跟这个一样 可是这是一个圆形 那这个圆形就是说 你要先有很高的储蓄率 而且你不要想这个储蓄率很高 你要想说这是一般性的 那这个储蓄率是百分之五十 就是说你应该想说我赚两块 一块今天花一块明天花 那这个明天就是广泛的指未来 所有的事情 所以哪些多少是我今天可以花掉的 就百分之五十 那哪些是我未来不能工作的时候 或是什么时候才要花的 这是留给未来的钱 好这样很简单嘛 就不用想太多啊 就一半现在一半未来 那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学历 所以学理根据 只是我读了很多书之后 我发现还真的蛮多创业的人 他们是这么口的 因为他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来的 有一次我在跟那个CMP的理财公众 我做演讲的时候 我已经问大家 大家存款的储蓄率是多少 还真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 都存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是还没结婚的时候吧 结婚之后有没有办法存到百分之五十 这都是就是 我结婚前 社会人士 我也没有存百分之五十 所以存钱真的很重要 是 因为它是 假如你要以前赚钱 我记得那时候 因刚开始做的时候 应该是存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 或是三四十 那就强 设一个目标啦 但是其实我真的没做到 譬如说我最后可能存到百分之四十四 或是百分之四十五 但不一定有做到 那你心里要想 我要存的是这么多 那没办法做到那也没办法了 尽量逼自己 往内地放前进 不可能磕到那么磕这样子 对 但是尽力而为 但是目标射高 至少你要知道说我没做到啦 但是目标射高 那你一旦能够存一半 那你接下来我当时的做法 就是说一半我自己操作 因为我那时候还觉得巴菲特很厉害 然后觉得我 达到不到他 他是二十趴嘛 他的年报首率大概是平均二十趴 我说我不要那么高 我十五就好 就想说自己是少年巴菲特 我没有那么厉害 我十五就好 然后那所以这一半的钱我自己操作 比如说台股啊这些 那我就学他 他那时候跟大家讲说 你要把财报都读完哦 所以我就开始读财报 台股的财报一个一个一个读下来 那看到什么喜欢的就买这样子 那另外一半我就相信说 也许波格也会是对的 懂得分散投资风险 对这其实是关键就是分散啦 那我不知道哪一个 我不知道我行不行嘛 因为巴菲特九岁 八九岁就开始了 就是说每一个人进程不一样 就是说每一个人状况不一样 但如果以我的故事来讲 我就是当时就是刚好很巧的 就选了两个策略 那当时也是刚好台股 台湾就推出这个0050 那当然也只有一支 那当然这个也是最合适的啦 因为它就相对于S&P500 就是波格在他书上推荐的这些策略 刚好是同样的对等的东西在台湾 所以我就是一边买这个 一边买这个 那我好奇 后来你的个股有达到15%吗 没有啊 又是几% 我退休前有算过一次 退休前的9年大概是平均9% 那也不错啦 对 还不错啦 9%其实跟0050的绩效是差不多的 就是差一点点 0050好一点点 零点几啦 差零点几 所以两边其实做起来最后是差不了多少 所以当然也就是说运气或是损失什么搭来搭去 你很难 人生这种事情很难讲 我原来先定超过在35岁 35岁退休 希望可以达成我的数字上的计算要符合嘛 那时候是抓5% 所以退休是打算觉得多少钱可以退休 就是抓生活费的 就是总资金的5%当生活费 所以逆推就差不多20倍 就是你年开销的20倍 年开销啊 都没有 因为它不重要 重要是你嘛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理财规划的逻辑是 它不是要给你一个梦幻的结果 就不是让你中乐透了 然后说这样子就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不会 它的意思是说你会活跟你现在差不多 比现在好一点点 那30出头税的时候是 刚开始是怎么样做配置的 薪水是挪多少 然后买哪些的配置 那时候就差不多一半一半 我就告诉自己说 以投资这件事情就一半一半 那赚来的钱就尽可能的一半 放在投资的正好 那你要把账户分开来 我后来给别人的建议大概都是这样 你先存百分之50 然后剩下来的钱 存下来的钱就通通买0050 那等到你这0050 是你一年花费的20倍的时候 你就自由了 那你自由的时候 你要进入退休的这一个年纪 那这时候你要进入一个比较 一直在领钱 假如你真的没工作了 没有收入 当然不一定 因为有的时候你自由了 并不表示你一定要马上work out 我建议大家的策略是 把你的资金50%变成定存 原本的0050 有一半变定 0050就一半变成定存 所以你50%是定存 50%是继续保持在0050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 这个逻辑是我们无法预测未来 所以它会怎么涨跌 你不太知道的 所以你要有一个很大的宽容期 所以当我们在前面累积资金 上一集我们讲到说 累积资金的时候 你的紧急预奔金是怕你失业 或是突然出车祸 那现在是几乎都不工作了 所以你不能只留一年 所以你要把这个拉长 我的建议是10年 就是5%的10倍就是50% 而且这个5%其实是 你快乐生活的5% 所以你其实一定还有伸缩的空间 假如未来的10年出现不好的状况 你可以把5%降到4%或3% 所以你就可以撑到13年 14年或15年 那这样子你那个宽容期 等待那个0050 再回到譬如说现在130 等它再回到260 等它再回到260 等那个时间 就它翻一倍的时间 你就有更长的时间可以等 因为原本是20倍 就是20年的概念 可是20年之后呢 就是靠剩下这100% 当中的50%的0050 你剩这个50%的050 你等它10年 希望它再翻回100倍 翻一倍 那这样只要7.2左右的报酬率 就7.2法则 所以基本上 只要7点多的报酬率就可以达成了 那过去台湾50 目前看到的历史 应该是会达到 但不是每一个10年都会达到 所以你还是要抓一点宽容 那我们如果说 我们真的有想要拟定一个 退休计划大作战 有建议我们要怎么样开始执行吗 我觉得对年轻人而言 这个资产负债表是绝对要的 就我刚刚描述的 你到底有多少钱 这件事你肯定需要知道 就包含自己的车贷啊 什么房贷 你所有拥有的金额 跟你所有欠人家的金额 相减就是你的净值嘛 保险那些也都是要列进去的嘛 对对对对 那做这个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这第一个目的是了解你的净值是多少 第二个你应该要想的是 这一个净值是你工作几年得来的 假如你现在净值是100 你已经工作10年了 那表示你一年只能增加10 就要减好自己 我突然间有点心虚 这表示你过去的10年 你只有做成一年增加10 但是这是一个合理的预估 未来10年的数字 如果你过去10年增加了100 你未来10年增加100的几率还蛮高的 所以这个是血淋淋很诚实的 面对自己的成绩单 所以你去年增加都是 我不想透露这个数字 先不要问我 我爸妈会看节目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表 那它也是一个成绩单 也是你观察你过去的状况 的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那接下来就是右边这个收入支出 收入支出这是两个面 一个是你收入到底多不多元 是只有一种 还是其实你有好几种收入 我觉得你一个月花多少钱 你应该要知道 接下来就是风险或是财务目标 财务目标很清楚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财务目标 就是退休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维持现在的生活 然后是不需要工作的 华大哥要不要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给大家一个最棒的一个 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结语 这样 赚一百你就要存50 然后你就要拿去买台湾50 等到你有年花的20年 你就可以退休 然后你定存跟台湾50各办 那基本上这个逻辑 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人的问题 奉为归孽走跳江湖 就靠这几句话这样子 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跟着前往前走 与前童女 好 今天谢谢王大哥 对 谢谢王大哥 谢谢你 谢谢 以前年轻的从从日本学 然后学一层然后归国 然后会叫建池屋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师傅是叫建池 所以回来的时候 开日本料理也是叫做建池屋 所以这个名字是这个由来 我们最有名的是蒲烧鰂鱼饭 那我们都是早上献杀的 然后杀完之后 我们有一道处理的情况 然后我们还会在手工挑刺 这是一般比较多店家没有的 所以一般在外面吃的鰂鱼饭 的刺会比较多 某副总统啊 或者是比较金融系的董事长啊 董事长夫人都很喜欢我们的鰂鱼饭 然后当然也是很多艺人 对 像是很有名的 像SHE啊 尼佑甲 他们都很常来这边吃饭 财经股猛你起床咯 谁先念金术 哪只股票该买还是该卖呢 房市普拉茨房价会涨 但是也该不该出手 与钱同行 投资小毛标的 借钱入贷 出现完之后 过去能量整个做呢 防弹上点团 还有标中车手 带你看见不一样的中天财经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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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